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认识了这样一对夫妻 妻子刘女士是一个身家千万的企业家 丈夫李先生则是刘女士公司的普通员工 三年前他们谈了一场姐弟恋 当我知道她是干这个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有自卑的当时 虽然李先生在经济上底气不足 可是刘女士却非常看好她 认为她是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 我觉得她是个农村人对吧 她很踏实 一开始我们家晚的时候她很能吃苦 像活啊什么的 对我孩子也很好 去年这对友情人终成眷属 对于李先生来说 当初她小心翼翼地进入婚姻 可是婚后却发现 妻子竟然时刻都在提防她 她反备每一个人 这几年所有的钱就是在她手里面 我一分都没有 甚至当她生病时 妻子都不拿钱给她治病 我说我要去看病 她不给钱 她把钱看得比病更重要了 可是刘女士却指出 李先生并不是真心对她 而是为了图她的钱 她是为了我的钱 她每一次就是问我要钱 而打架 吵架 家暴行为 都是为了在我这里拿到一点钱 而且丈夫为了谋取私利 还擅自变卖仓库货物 没有告诉我任何情况下 给我变卖了 不择手段地刮我的钱 刘女士最终认定 丈夫就是为了钱 可是李先生却说 她最在乎的是感情 我不在乎钱 我在乎的是我们两个人过完这一生 我还是坚决离婚了 那么这个本想和妻子携手共度一生的李先生 为什么如今却和妻子走到离婚的边缘呢 他们的婚姻中 是否还有未曾严明的情感因素 李先生提到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才是他们感情破裂的关键 也有找他情妇来的原因 占70% 为什么李先生会将矛头指向妻子的前夫 在今天的节目中 李先生指出 她最气不过的就是妻子竟然背着她 偷偷把前夫叫回了公司 我告诉她 我说我要回成都 她马上就联系她前夫 顶替我的位置 找一个备胎来备着呢 刘女士把前夫找回来 是真的当备胎用呢 还是另有隐情 我觉得她在这个事情上有点贼眼 我觉得她的品行出现了问题 这是让我决定离婚的最重要的原因 李先生到底做了什么品行不端的事情 为什么提及这一点 她却大喊冤枉 诬陷 她为什么要诬陷你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而且你自己也是 最终他们的婚姻能否继续 调节马上开始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刘女士和李先生 这一对欢喜愿嫁在离婚和结婚 这两个问题上不断地徘徊 那么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还将了解到 他们更多的感情纠葛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金牌条件 我腰痛 我告诉她 我说我要回成都 她马上就联系她情夫 顶替我的位置 有一天我突然去发完货回去 看到她在办公室 她情夫在办公室跟别人安排工作 我问她什么原因 她说她要回来上班 给她安一个二把手 你把我置在什么地方 是你首先表明了你要离开 然后前夫才来 还是她来了以后 你才说你要走 十世纪她已经 我还没走 她就来了 找一个备胎来备着 那你当时走 是确实因为身体的问题 也有这方面 也有找她情夫来的原因 占70% 赌气了 至少 我们在之前发生个事情 7月底8月初的时候 咱们重庆的仓库 就出现了个问题被盗 然后是被谁盗了的呢 我目前还没查清楚 然后是被盗了 将近10万的东西 因为我们每个月要进行盘点 盘点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块货补上 然后我想把损失减到最小 对吧 然后因为之前我的前夫 也一直在我们公司工作的 所以叫她来 主要是考虑什么 考虑让她去处理这批差异 从厂家买 低价买过来 她是最佳人选 对 只有她能搞定 我们是唯一人选 对 不是 我想重复一下 重庆还有一个总管 比她所说的这个情男友 还 关系还硬的 对 不用 刘女士 你有这个考虑的时候 跟她有提过吗 提过 没有 绝对不知道 我是那天中午去了 我回来自问你的时候 你告诉我的 没有提前跟她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叫心掌后咒 处理差异的事情 是我来处理 是你的工作部分 对 不跟情感挂钩 对 根本没把我们当回一回事 有一天 她前夫就来看小孩 以看小孩为名义 而实际上小孩 也不在屋里面 我去上班发货去了 一上午就他们两个人在屋里 我发现她扣子在船上 我问她是什么原因 她无法解释 然后呢 吵架了呗 这个事情我这么说 这个扣子是一件衣服的扣子 是我穿的一件风衣 下午的时候她就回来 就坐在客厅里面问我 掉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说掉什么东西 我没有掉呀 然后她就开始吼我了 给我打起来 我都不知道是啥回事 然后后来她就把我 拉到房间里面打了一顿 她什么事都没跟我讲 是什么回事 就打了一顿 打了一顿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她才把手摊开 她说这个扣子是怎么回事 我说什么回事 然后她就讲 她说你们两个发生了一件事 我说天哪 我说你不要这么神经病好不好 我说我们大白天的 对不对 我们会发生什么 我的前夫来的时候 我们俩是在客厅里面坐 坐了一会儿 我就把我的前夫带到 我们小孩的幼儿园好像是 我就带她去 一会儿去见了我们家孩子 然后就走了 我们真没有发生什么 然后我就说 我说你这样不相信我 你是侮辱我 我也非常的老好 就觉得她这个小心眼 她因为这个事情 把我的手就打骨折了 刘女士前夫的到来 让李先生觉得 妻子根本就没有把她当一回事 在这个家里 她没有尊严 毫无地位 可是刘女士却一再表示 她和前夫的交往 只是出于工作和孩子 感情上绝对清清白白 而丈夫不但气量小 对感情还不专一 她回想起当年恋爱期间 丈夫做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让她至今耿耿于怀 她和我两个分手三天 她去给我一个员工 然后到了一个宾馆 然后这个女的员工又告诉我 因为当时这个女员工 不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她就说李先生很坏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前两天 你不知道 她带我到那个宾馆 我就还不相信 我说那我开车 你带我去看一下监控 然后她就跟我两个 就去了这个招待所 就调了这个监控 他们两个一起进去 一起出来 总共是41分钟 为什么17分钟的事情 你要说成47分钟呢 41分钟 41分钟呢 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去了 我们去了 那个女的跟着我后面进来的 她不是和我两个一起去的 我们两个吵架了是吧 吵架了以后 我去找我自己的事情做 宾馆旁边有一个物流公司 因为那里有我朋友 我准备到那里去找事情做 这个女的 之前是我们那里的工人 她有车子 然后她就送我去了 后来我就说我去开个房 我一会儿 晚上我就住这边 我去开房的时候 她就跟着我上来了 她去看一看房子怎么样 后来我肚子就不怎么舒服 我就上了一个厕所 后来我们就走了 她就非着说我们和她两个 自己有问题 问题是对方告诉她的 无信 她当时告诉我的时候 是想要问她的邀请 所以你觉得对方 诬陷你的目的是为了敲诈她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诬陷你 我不知道 真不知道 而且你自己也说 而且你自己也说 对方并不知道 你跟她的关系 对 但是他们估计得到 没有 她不知道 我每天从她拉布里进出 并关女的事情绝对没有 我非就送她了一个钱 别吵 别吵 那你这个事情 她来嘲诈她了吗 不知道 没有 她就没有 我动手打了那个女的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什么时候 就是 她把这个话 拿来乱说的时候 等到派出所去了 她也出了钱 给那个女的 这个女的从直屎 从一开始到结束 到今天为止 她告诉我的也是 她想要发生那些事 这个女的没有同意而已 然后她就告诉我 这个人不可靠 品行不好 这个女的给我表达 意思也是这个 也从来没有问我要个钱 我给她的钱是什么 是因为她把人打伤了 我作为老板 我应该带她去医院看病 在女员工仪式上 刘女士和李先生 又是各执一词 虽然事实真相 无从考证 但是带来的后果 却是非常明显 那就是夫妻俩 无休止的争吵 而这种状态 让刘女士忧心忡忡 我们两个这样的性格 和我们两个的态度 继续下去会给孩子 造成更多的阴影和不好的影响 还不如我们俩分了 其实刘女士内心非常渴望 有一个温馨的家庭 给孩子们一个和谐的成长环境 为此她在情感度上磕磕绊绊 已经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原本想着这次能够安定下来 却不料结婚仅三个月 就又陷入重重危机 给孩子们带来了伤害 但是李先生却指出 这都是妻子的错误 是妻子把孩子们 拉入了他们夫妻的战口当中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我们节目继续 有一天我跟他两个 因为工作的原因 意见不同意 他小孩马上去拿把菜刀 让他砍死我 孩子一直对你是这样的 不 他小孩属于那种性格 前一分钟跟你两个吵架 三分钟以后 跑到你身上来闹 但是他大概那一分 那一秒钟那个小孩直接拿刀来 让他妈砍死我 后来呢 马上我就是 你起身了我就吼他小孩了 他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一下 我觉得他在这个事情上 有点折眼 我和他之间在闹矛盾 那矛盾呢 然后就他先动手打我 他一拳就打到我身后 我动了手 然后呢 我孩子就坐在旁边 坐在看电视 然后我孩子就说 他欺负我嘛 就吼他叔叔 他说有时候你欺负我妈嘛 然后就跟他两个吵了一下 吵一下 然后他就说 信不信脑子把你弄死了 他就说了一句话 然后我当时很气愤 我觉得你对我不好 你对我孩子还这样 我就 我让他滚出去 然后 我要在那里说 然后我就 举起我旁边的一个板凳 我就跟他砸过去了 结果呢 他一手一挡呢 也没砸住他 然后他转身一拳 就打到我胸口这个地方 我当时都蹲下去了 我女儿就看到我受伤了 然后我女儿 他就跑到这个厨房里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让他这么做了 他就去踢了一把刀出来 他就拿这个把刀给我 然后呢 我当时还是吼住我孩子 我说 我就让他出去 他既然要这样说 我也没办法 一吵起来 他小孩就去拿着刀 他不是说是你打了他吗 没打 他要把这个事情 加大化以后 形式他小孩不罪 小孩有罪 还是大人有罪 说白了 小孩为什么去拿刀呢 就是大人引导的 你所有的不是都是别人指使和陷害的 刘女士认为 丈夫的极端行为 严重威胁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但是李先生却指出 小女儿年幼 对她有所敌对 完全是妻子的错误引导造成的 而已经成年的大女儿 也就是刘女士和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孩子 就不曾受妻子影响 相反 大女儿非常懂事名理 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是大女儿提供的 那么大女儿如何看待母亲和继父的矛盾呢 对于母亲今天要求的离婚 她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小猴你好 我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跟你聊一下啊 这是你建议你妈妈她们来做调解的是吧 是啊 我觉得他们俩吧 就就是不太适合在一起 两个人其实都有问题 叔叔吧 有点太苦了 然后我妈妈有点太强势了 经济和感情上都有一点问题 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男人的话 还是应该为家庭付出的 然后作为女人的话 就应该照顾好家里面的事情 但是他们俩有一点反过来着 或者说他们两个人在各自那个角色的部分 做得并不好 是吗 对 两个人都不会就是为对方考虑这样子 经济能力决定了他们现在的状态 其实叔叔他应该自己找一份工作 应该在我妈妈这边工作 因为他们经济能力其实悬殊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 嗯 会造成大家在相处的时候会有不平等的状态是吗 对 对 对 这种这个部分非常非常的敏简 嗯 就是其实我也能看到就是叔叔在 我学宽容 就包容我妈妈 但是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妈妈对这个家庭付出的比较多 嗯 不太适合在一起 我觉得在一起的话 首先两个人还是必须得有感情才可以 我觉得叔叔对我妈妈是没有感情的 没有感情的 但是我妈妈对叔叔是有的 叔叔是怀着一种目的性 和妈妈在一起 然后我妈她可能对自己想到的东西也不太理解 就这样 是我的观察 当然他们俩对我的描述也会给我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吧 首先是他们的孩子嘛 嗯 因为就普遍来说的话 男人对自己的孩子都还是蛮在意的 嗯 但是他们俩闹成这样 我没有看到叔叔有一点说对这个孩子有抱歉 还是关心他怎么样 嗯 闹成这样我妈妈还要照顾那个孩子 嗯 他们为什么都不能考虑到这一点呢 这是第一 嗯 第二在平时的相处中 他虽然说对我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我必须得肯定 可是他对我妈妈没有起到很好的那种照顾的作用 嗯 感觉我有时候觉得我妈妈在独当一面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选择凶手 在经济上没有给他一个支撑 同时在情感上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安慰 对 对 我是这么觉得的 好 谢谢你啊小侯 谢谢我先挂电话了啊你先忙 好 好 再见 谢谢拜拜 我觉得我女儿说的很对 女儿说到了你的强势这个问题 对 然后他也说了 我像一个男人他像个女人 就是说我们两个的位置在普通家庭里面男人独当一面女人在家里面 但是在我们家里面是我是独当一面 他回去还给我小吵小落经常是这样 李先生 没什么说的 是对这个说法不接受呢还是能接受 差不多吧就是说角色病患了嘛 嗯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他经济上比我强势一点嘛 导致他说话牛啊不用看得起我啊 好 然后女儿讲到的你对孩子也好对他也好 是缺乏那种关心照顾的这个问题 我也照顾过 孩子晚上哭他不会照顾 他从来就是装税或征税我搞不懂 但是从来就是字字不理 关心啊之类的也有不足的 的确有做的不好的 人嘛工作做烦的时候 就是在找理由和借口 没有证实自己的问题 他走以后从来没有主动打个电话 问一下孩子 我打得通你的电话吗 然后也没有在微信上问过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我想看不让我看 女儿是觉得你们不适合在一起 你觉得你们适合吗 我也不知道 现在 大女儿的一通电话 让夫妻俩开始有了一些反思 可说到主要责任 他们又多认为是在对方身上 刘女士认为 丈夫没有对家庭尽到责任 而李先生对于自己的婚姻也变得迷茫了 对于挽回妻子似乎信心不足 那么他们的婚姻到底该不该继续呢 观察员们会有什么看法呢 刘女士李先生两位好 你们这一段关系 我会想到这么几个词语来表达 动机不纯 用情不深 信任缺失 金钱至上 善意缺乏 这么一段关系 不管是分也好 和也罢 你们得坦诚面对 你们各自内心深处的想法 南方李先生 你看中眼前这位女士 你看中她什么 你其实心里面还是希望 跟她走下去的 只是想到那些不堪的时候 你心里不舒服 但这并没有彻底的打消 你愿意跟她继续走下去的念头 我就问你 你要坦诚地面对自己 也要坦诚地面对这个女人 这样 对方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 我跟她感情还是有 好 更多为了小孩 那你为了感情 为了小孩 哪些事情 你是可以做到的 哪些事情 你坚决不可能做到 你要说出来 要让眼前这个女人知道 什么是你的底线 你在跟她那个孩子 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不觉得 你是全力以赴 视若即出地对待这个孩子的 刚开始的时候 关系是很好的 就是最近一年左右 不知道怎么好 但是她给我小孩说 你不用但是 你不用但是 你太多的但是 所以你的所有的付出 你会付条件 所以你的诚意 就受到质疑 明白吗 我不管她怎么对待我 我不管那个孩子 怎么对待我 我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继父 我一定要全力以赴的 对她好 哪怕她对我妈妈不好 那是另外一码事 我不要捆绑到 一起去看待 她就会觉得 从你这个男人身上 她看到了一种品质 坚持付出自己的爱 也会让她 对你恋恋不舍 她喜欢驾驭事情 你像个小女 因为你太计较 在计较的过程当中 你的诚意 就受到严重的质疑 甚至你跟她相处的动机 都受到质疑 婚姻的感情中 都是相互的 如果我对她很好 她可能会对我很好 我们两个会继续 结果呢 结果是我对她 一直在付出 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 付出是一件好事 对 但是如果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 有很深的付出感 那就很糟糕 人与人之间 从总体来讲 是平衡的 是要公平的 如果不平衡 不公平 就持续不下去 如果你们还指望 继续在一块的话 彼此坦诚一点 别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不能和 咱们也坦诚面对 大家不要互相推诿 该自己担的责任自己担 不该担的 我们好好解释清楚 好吗 首先我想说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那个 你怀疑那个女孩子 跟她发生 关系的那件事情 我觉得那个女孩 她也是个不靠谱的人 嗯 那么一个不靠谱的人 说出来的证言 未必靠谱 但是 我必须要跟你先生说一句 那么为什么一个不靠谱的女人 跟你纠缠不清 你也要问问你自己 第二点 你们缺乏对法律的尊重 对婚姻的尊重 特别是女方 对吧 这个极端情感 其实确实在这个 特别是后面两段的情感 你们不懂婚姻 对自己的重要的意义 嗯 才导致你们面临现在一种 非常尴尬的一种境地 女方 我觉得你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 在外面所有的人的眼里 你是一个风风火火能干的女人 对 但是我们回头看过来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人 我认同 的自信 你是一个没有魅力的 嗯 我也认同 你看你三段婚姻 从第一段婚姻 孩子在你身边 第二段 所谓的前男友 孩子依然在你的身边 等到第三段的时候 孩子依然在你的身边 他们三个男人干嘛去了 你真的有那么大力量吗 我并不觉得 所以你用逞能 我觉得你用逞能 可能更合适 你这个女人 嗯 你有的时候一定要知道 自己的弱项在哪里 嗯 并不是所有的责任都靠你来背 如果都靠你来背 你是一个铁人 不需要男人 但你并不是 你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我问你 做事业为了什么 可能更多的是 为了我的孩子 和我的家人吧 千万不要用孩子 来做借口 你们不爱你们自己 你们不珍重你们自己 你们不重视你们自己 你们对孩子 谈什么爱呀 一个人 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人格魅力 首先有一点 他的包人心是够的 他的责任心是够的 而且呢 你要学会分辨 三段婚姻走下来 你都是失败 那你在每一段婚姻里面 你总结的是什么呢 如果一个家庭非常和谐 幸福 你的事业也会做得非常棒 一个事业 家庭双平衡的女人 才是最有人格魅力的女人 男方这一块呢 一个男人 如果连一点小事都顶不起来 一定被踢出去 要勇于承担责任 他不缺钱 他缺什么 他缺爱 你没有钱 但是你要给爱 要脚踏实地 你要给他这个 撑起来这个家 但是你现在这个家 撑不起来 你今天还有什么理由 来指责你对面这个女人 我跟你说 男人最无能的表现是什么呢 我今天的所有的结果 都是你女人造成的 他今天说 我的钱怎么怎么样 你不要来我的钱 你不要来拿我的钱 你小心一点 而且我就是把我的钱 捂得很重 为什么 因为你给不到他 安全感 他你觉得他会在你身上 依赖什么呢 你对这个孩子究竟做了什么 你为他做了什么 所有的情感 都是点点滴滴 积累期待的 人是有情感的 所以我想跟你说 男人一定要有担当 有责任 你们俩对对方都有期待 刘女士呢会期待 她是一个老实本分的 很多事情我可以放松 可以放心 并且你会认为 既然你条件没有我好 那你肯定会对我很好 那这个期待 有时候刘女士呢 你就会觉得 你不关心我了 其实从常理上来讲 不太可能 他越知道你条件好 他越不敢得罪你的 他居然让我不满意 那肯定 估计碰到很为难的事情 包括 别人跑到你面前来说 他怎样怎样的说 其实 你都应该想 我 该有这一份自信 他不可能轻易的放弃我 所以这种情况可能性不高 我要了解清楚之后 非常有涵养地去面对这种事情 虽然你拥有一个小小的王国 但是你就是在他面前 还是不太自信 起疑心的往往是弱势的一方 真正拥有强大实力的人 懒得去怀疑 说白了 大家就是相互依存嘛 婚姻嘛 你这方面强一点我靠一点 那方面强一点我靠一点 你要嘛就不要跟这样子在一起 在一起就要想 人家为什么跟我在一起 我能给他什么 我给了吗 我就要让他那颗心落下来 你在我身边要开心 开心才会对我好 这个就叫相互嘛 李先生的期待呢 其实也是这样 就觉得他很有本事 素质很高能力很强 有生活可以会过好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 哇 管我管得这么严 然后给钱给得不清不楚 大女儿的建议 他希望叔叔不要在妈妈的公司 这是对的 你喜欢我吗 那我保持我的独立 我好好地疼你的生活 我爱你的孩子们 这个很重要 最后来说 你们俩分还是不分 我坚定地说分 必须分 但是有大分小分 大分 你们俩这个各种观念 除不来 现实差距大 不要在一起 小分是什么 分出独立来 各自要有自己的空间 要有自己骄傲的空间 李先生 要找到自己骄傲的东西 然后用这份骄傲去照顾他 不管他有多少钱 然后刘女士也是 你要独立出你的安全感 你不要天天想 这个睡在我身边的人 是不是基于我这个东西 哪个东西 我给你多少 我能不能给 什么东西不能动 什么东西给我女儿 我聊天聊给你听 你也多理解 说清楚 所以大分小分 你们可以考虑 调解员提出 大分小分一说 对此 刘女士和李先生 会做何选择呢 她们的婚姻究竟能否继续下去 我们进入密室调解环节 首先李先生向观察员陈兴东表示 他还是不想离婚 我首先还是选择不分 因为单亲家庭的小孩性格是比较拼积的 如果只是因为对孩子好我不离婚 这只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做法 就是只有夫妻感情好了 才是对孩子真正的好 婚姻要向好 那么就必须要修复情感 那么修复情感 那么就是要更为对方去着想 更去体谅对方的需求 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去关怀女人 只有用情感的方式才能真正得到对方的心 他在乎的是你对他的态度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们是分还是合 暴力的事情要坚决的杜绝 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对 观察员陈兴东认为 李先生要想重新挽回妻子 必须坚决杜绝暴力 用真情和真心去关爱妻子 李先生诚恳地表示 自己会做出调整 多加关爱妻儿 在得知她的心意后 观察员廖喜玉决定 再为她们的婚姻做一次努力 她来到密室中和刘女士进行沟通 不过刘女士表示 自己对未来没有什么信心 我感觉我可能跟她走不下去了 不是她穷也不是她怎么样 而是我觉得她对我们的婚姻 这个态度就不对 我想告诉你如果她不对 她当初不会撇下她自己 所有的一切来到这个城市跟着你 初衷她肯定是想的 结果是你们两个在慢慢的过程中 从产生的这个 你现在这样好吧 把以往的疑虑 不安全感 不信任感 全方向先选择什么 第一个选择相信 因为你相信 就能看到未来 观察员廖喜玉 希望刘女士 能够重拾对丈夫的信任 她认为 丈夫李先生的初衷没变 只是她们的相处出了问题 需要及时调整 在工作上 刘女士应该理清楚 工作和情感的关系 明确老板和员工的身份 在经济上 给予李先生应有的保障 让她安心 如果留在公司 我的建议就是 每个月给她4000块钱 这个4000块钱 一定是她个人可以主张用的 你是我的老公 你是我的爱人 假如说你跟我一条心 共同来打拼 好 我该要给的给 我们学会扩大一点 格局大一点 刘女士若有所思 似乎正在反思自己 而另一边 厂商观察员陈行东 则希望李先生 能够做到经济独立 做一个勇于承担 家庭责任的大男人 你自己要站得起来 不是说因为他 不是因为他 对你是不是有约束 也不是因为他多么强势 而是因为你自己要站起来 而是我自己 要自己活得像个样子 做男的要有骨气 就是说我不去谋求 就是不属于我的东西 但是我一定要去争取 我自己能够得到的东西 我自己能够去实现的东西 让我自己能够 做一个顶贴力的男子汉 我以后在经济上独立了 现在我自己在做 我自己的事情 李先生非常赞成 陈欣东的看法 他表示自己打算 离开妻子的公司 目前正准备自己创业 那么面对这个想要靠自己 打拼站起来的男人 刘女士能否重新接纳呢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 两位当事都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还是非常感谢你们 金牌调节这个平台的 如果我早知道有你们这样一个平台 可能我第一档婚姻我都来了 都不会知道我第三段了 在来之前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对的 他错全是他的错 然后他都是为了我的钱 然后通过各位跟我沟通交流以后 我发现确实我的问题比他还大一些 其实今天我才发现 可能我曲解了他很多 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也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对 对 我的脾气比较暴躁容易发火 我希望你调整你的不足 然后单单起一个男人应该当的走人 好 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 共同用半年的时间去修复我们过去的伤痕 然后让我们慢慢 慢慢努力吧 成为一个合理的一个家庭 如果说我们八年以后还是过得不好 我们两个好聚好散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受到伤痕 好 夫妻俩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愿意自我调整 而对于未来 他们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规划 我愿意从我的收入当中支付一千块钱 回家小孩 我现在不回公司 因为我在做一个事情 就你自己出去创业了是这意思吗 对 做自己的事业 对 我觉得它是行的 它会努力的 对 我会记住你们今天的分析 或调整我自己内心 在婚姻中的自卑感 或者说找到我和你的一个角色 比如说在公司我是老板 回到家里我就是她的老婆 好 谢谢老婆 好 我们一起努力吧老婆 好 调解结束了 刘女士决定再给丈夫一次机会 经过这场调解 李先生应该明白 要想赢得妻子的尊重 就应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想要在家庭中获得地位 就该靠自己的努力打拼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而刘女士也应该领悟 很多时候钱确实很重要 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 比钱更重要的是信任 光爱和亲情